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月19號 下午快兩點鐘了 那烈火戰記早上已經更新完成了 這一次更新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二支魔系 然後另外一個是時攻堅塔的新的 新的一個叫做龍島封印 那這一次這個二支魔系呢 其實就是劍永遠的流血夢境 他是一個循環開啟的 算是比賽吧 比賽這個達高商的活動 那他是每三天 每三天一輪 那每一個boss呢就是 看誰的傷害高嘛 那他會依照你的等級 然後去做這個分段 所以說你的等級 還是你的等級會 會分在某不同的組 這樣子避免是說有一些 新手被分到高手組 這樣怎麼打都打不贏 那這個 打高商的這個排行呢 可以獲得一些資源 有兩個齁 一個叫做魔系禁果 另外一個叫做鬼禍魔金 那鬼禍魔金呢 可以用他在這個商店換東西 那這個魔系禁果呢 就是他這個魔系令齁 就新機制嘛 總是要開一些課金的東西 那你如果說你課金的話呢 可以獲得這個魔金之外呢 還會有這個鑽石齁 然後有了這個魔金 就可以在商店換東西 商店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商店看起來沒有很多東西齁 這個 那個什麼 粉塵 還有星塵 還有這個 紅之金 紅之石 然後另外 這一個圓金石的話 你要看部位 像這個是部位1 好抱歉 這是部位6 然後這是3 然後這是2 好 這是5 可是5的話 他也不能用魔金去買啊 他是用那個鑽石齁 好 所以這是魔系商店齁 看來這裡應該是每天更新一次 然後刷新也是100鑽石而已 好 那這個挑戰呢 我們如果說這個想要無腦解任務的話 你去看排行榜就好了齁 看排行榜大大 他們都是用什麼樣的這個陣容 然後照抄就好了齁 其實我在建議也是這個樣子 蠻偷懶的 好 譬如說我們看一下齁 你可以看一下說有沒有這個適合你的陣容這樣子 這個是阿梅爾嘛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看說哪一些角色你比較多 譬如說這個陣容的話我覺得 好像還蠻符合我的齁 因為我有練女王 然後阿娜塔西亞一定有嘛 然後他用的這一個是卡特琳娜 這可能是為了要降低魔王的這個魔攻吧 然後這個是 塞 等一下他這什麼名字 反正就是上他可以增加吸血光環嘛 那另外一個再來一個這個薩滿齁 可能是補血 然後再湊這個部落的光環吧 好 好那我們就用這個陣來試試看齁 在這個地方挑戰 在這個地方挑戰 好那我們就上這個陣吧 那這個 剛剛他上的是 這個 我們一定要有阿娜塔西亞 然後女王 再湊一個 得利娜 得利娜 這樣子可以湊一個3加2的光環 阿娜塔西亞 這個不能跳過齁 這看來是要等他打完 好那我們再打吧 看看這樣子造超傷害是如何齁 那目前來說我的卡特琳娜好像這個前人才10而已吧 那最重要的是阿娜塔西亞有36 有點不乾脆的數字 因為實在是很難升上去 然後女王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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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何呢 達人2 我現在是在達人2 你可以看這個排名 排名這個地方 達人2 嗯 還 還勉強可以啦 那當然你的排名越前面的話 你當然獲得了這個魔之金跟這個魔系靜果 欸 魔系靜果是一樣的齁 因為這個是這個是跟那個課金的那個魔系令有關 差別是在這個魔金啦 可是好像魔金也沒有差很多齁 這個宗師就是排名嘛 排名是到前50名 那個達人可能是 所有玩家的前10% 什麼前20%之類的吧 這樣子 宗師 宗師第一名的話是800個魔金 那我現在我是達人3 達人3 達人3上面還有達人2達人1 然後再來是 第50名這樣子 好沒關係齁 那 嗯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boss他是聖殿的 那不知道說我上 深淵的角色行不行齁 我如果不上卡特琳娜咧 不知道撐不撐得住喔 我們來上個深淵的角色 聖殿打深淵 深淵打聖殿 可是不知道撐不撐得住喔 少卡特琳娜的15% 可能深淵上深淵其實 其實可能沒有什麼用 因為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辦法提供多少輸出 就被王幹掉了 我覺得這個傷害應該是沒有上市高 然後那個 阿娜塔斯亞也已經掛掉了 好我們再看看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大大的作業可以抄喔 譬如說 這一個 欸 他真的是用 他真的是用那個 那個魅魔欸 不過他還有這個 這個也是那個 這個也是暗屬性的 那個 那個 那個是誰啊 叫什麼名字 就是打單體的 看一下 他也是血族的 欸 這 在 在哪邊呢 我記得我也有練喔 這一隻 應該是這一隻吧 他叫做泰雷沙 泰雷沙 呃 再看看 還有什麼可以抄的作業 我們來看看第三名的大大 泰雷沙阿梅爾 喔 好像 好像 好像都有練喔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資料嗎 好像 好像沒有齁 我們看一下 結算 啊 他看不到資料齁 這只能看到角色 他不像劍遠針一樣 可以看到 所有詳細的內容 哇 劍聖也有欸 其實 其實上魅魔的也是蠻多的欸 哇 連那個 連那個龍女也有 海棠姑娘也有欸 卡特琳娜 所以就是你看一個就是 比較適合你抄的這個陣容啦 這次我有練 只是裝備沒有裝很好 他這個裝備應該是 他沒有說 他沒有說這個裝備是統一怎麼樣 所以不知道說是不是 還要把裝備換上去啊 然後讓他裝備這個 比較好的這個裝備喔 好 反正你會看到說 大概陣容都是這個樣子 那看來這一隻泰雷沙角色 可能要練一下齁 如果說這個夢境 是循環打的話 那說不定這個泰雷沙的話 你也可以練一下 為了打這個夢境 不過這個夢境 看來就是為了這個魔之鏡 那魔晶的話呢 以現在看起來商店 可以換的東西 還沒有很多 也不能換角色 所以就 如果說排名沒有排上去的話 沒關係齁 有參加就好齁 這個就不強求 那我們 我們再打一次好了 卡特琳娜 然後這個是 我的這隻角色比較弱一點喔 看一下喔 卡特琳娜 那我如果上 不上吸血的 我這個上彩色的耶 好試試看 等一下等一下 不需要 欸 啊 對 剛剛這個重來的話 也會消耗一次挑戰次數喔 挑戰就是10次 那10次之後呢 應該就是需要 那個 花鑽石的喔 那上這個密斯特的話 他本身會有那個 怎麼講呢 還分身幫打 所以說他的這個 傷害次數就會比較多 喔 我的瑞爾雷弗 也是撐到現在 還不錯喔 瑞爾雷弗 現在掛掉了 在20秒的時候掛掉 也算是很努力齁 有沒有 有卡特琳娜之後 就覺得是說 大家可以撐得比較久一點 還是沒有 還是差一些喔 那怎麼辦 那在 我看一下喔 如果密斯特不行的話 好 我們換 泰雷莎 看看泰雷莎傷害如何喔 泰雷莎是二星 可是 我沒有給他裝備好裝啊 然後 他也好像沒有生 沒有生錢的 因為我有練女王 我就沒有特別練他了 喔 好像 好像 好像有進步喔 好像有進步喔 欸 泰雷莎好像不錯耶 喔 看來要練一下囉 欸 有進步耶 有進步耶 可以到達人二囉 欸 漂亮喔 欸 有喔有喔有喔 他進步了一階 欸 那看來我的這個泰雷莎 裝備換一下 泰雷莎 我記得我是給他爛裝喔 呃 好裝是誰勒 呃 好裝的話 當然是給我女王啦 然後 再來的好裝是 嗯 欸 挑一個人好了 好 你好了 活掉 OK 給你穿 呃 我們來看一下泰雷莎的這個 這個錢人好了 呃 完全沒有生錢喔 他的錢人應該是要選擇 跟 跟攻擊有關係喔 所以說 欸 這個應該是 防禦的 這是防禦的 穿透 欸不對喔 攻擊是哪一個 少女星 欸 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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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應該是這個 覺醒者 應該是覺醒者 覺醒者的話 泰雷莎恢復能量 少女星 欸不對啊 可是這是 有機會重置 那應該會攻擊比較多啊 好 不了解的話 我們就看這個 熱度排行榜 我覺得泰雷莎應該是要選擇 跟攻擊有關係喔 英雄潛能榜 然後我們選擇這個 意會 我們的泰雷莎 喔 少女星 看來 看來我目前設定的是 是 跟大家選擇的差不多 也不是說正確啦 就是 就是 系統上面判斷說 大家都選擇這個少女星喔 好 那我們就來 打一下吧 前人 好少女星 未來 未來點個幾集喔 前人切換 不用切換了 看我可以點到哪邊喔 冷卻縮減 欸 司法速度 這也很重要 冷卻縮減 好 這也很重要 攻擊力1% 不錯喔 再加1.5% 好喔 物理抗性 好 我點到這邊就好了 導能回路 隨便裝一下 下面只要裝兩個就好 引力變化 降低級速 欸 這個好了 元素勞動 好不好 欸 開啟個元素勞動 降低你的這個 魔法防禦 然後這邊呢 這邊的話 我們上一些藍的就好了 戰場共振 有嗎 有喔 我們裝備一些比較普通的 因為這個我比較沒有用在這個 這個主線推圖喔 這個沒有 戰場共振 也沒有 好啦 隨便穿兩個 好 我們再去挑戰 惡之魔系 GO 泰雷沙 加油啊 泰雷沙 增加了司法速度 還增加了一點攻擊力 不過 前人如果有10 20的話 他那個重置 重置那個7點彈 傷看應該會差比較多 看來最近我要稍微 稍微換一下那個 紅之石喔 應該還差260 因為我剛剛點到 算是倒數 倒數第二格嘛 倒數第二格 需要60個紅之金 紅之石 然後最後一個是 固定是200個 好 有進步喔 有進步喔 這真的是有進步喔 可不可以到達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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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差 差一咪咪啊 差一咪咪啊 好沒關係 這樣子我就有這個 前進的目標了 買買買買買 為了紅之石慢慢來 所以我現在我要換大量的紅之石 好那另外呢 在這個 這個怎麼講呢 主畫面這邊 多了一個希納提示號 希納提示號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用鑽石買一些東西 算是比較便宜啦 譬如說這個 黃金招募券 你買5次的話 480x5是2400 那你這個 普通石壽是2700 那這個應該是打 打9折啦 譬如說這個 這個真理之書 真理之書 一本是500 那這個兩本賣900 那兩本應該是賣1000 那這邊900 就代表說打了9折 所以也沒有打很多啦 它這個是 就是為奇三天的希納提示號 好那二之魔系打完之後呢 我們就來玩一下 這一次的這個 時光尖塔吧 好 時光尖塔 這個叫做龍島封印 平均等級是210 我現在等級已經是260了 所以應該會比之前簡單很多 但是我們還是用 我們還是用這個 新手的死的方式去探險 封圓島神秘女人 我們就這樣子跳過 如果有興趣看劇情的話 就影片就放慢速度 還好這個走過來 它沒有限制步數 然後呢 這邊有存檔 精靈之墓 我希望早一點可以走到存檔 這樣我就可以刷 刷那個 刷那個什麼 刷那個 這個叫遺物嗎 好 那 怎麼辦呢 這邊這個 這個戒的角色 你可以去刷啦 就是你重新進遊戲之後呢 你就可以重新戒角色了 那我覺得離這個存檔點比較近的 可能是右邊吧 但右邊這個 這個有一個比較強的敵人 你看 這強太多了吧 248 雖然我是打得贏啦 我應該打得贏啦 但是我覺得 按照正常流程來講 我們還是走這邊好了 然後 盡量打越少敵人越好 因為現在不能成檔 所以說你就不能刷 刷那個遺物 好 那上場的話呢 我選擇 嗯 我選擇就是 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莫莉愛爾 這個算是坦的 然後再上個補師 補師的話 龍 這個不錯 然後雙攻擊手 又或者是你上 你上洛家也可以 哇 我現在角色太強 然後不要開 不要開自動 這樣子 文章啦 文章啦 不是那個遺物啦 抱歉 我覺得一開始這個普通的話 最好是抓到4個指環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 就隨便選吧 戰鬥結束補血 好 我們來借個楊妹妹來玩喔 然後拿寶箱 走過來 這邊是什麼 劇情嗎 封印 拿下第一個封印點 是什麼東西 哪邊有第一個封印點 在哪邊 什麼是第一個封印點 這個嗎 不是啊 不是啊 這是獻出生命 然後能量補滿啊 好 我們就這樣走 到處看看 有敵人 我們就先不要靠近 先不要靠近 好 我們先繞一繞 把這個迷霧開一開 你下次重開遊戲 迷霧也會消失喔 這邊的話呢 打這一隻 這隻打完之後就可以存檔了 所以看看有沒有辦法 把這隻幹掉 應該是可以啦 因為這個只是普通的敵人 哇 我現在等級太強了 然後 哇 哇 沒有 沒有那個指環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可以存檔的地方 那個 那個借傭兵的 所以這個地方你也可以選一隻你想要借的 借的角色 那如果說你這個 你直接 你直接把這個結束冒險 然後再重新進去的話 因為你已經開啟這兩個借傭兵的 你就可以刷這兩隻 看看你想要一開始借什麼傭兵 所以這個 就 我們就不刷了 就是說明一下就好 好 那這邊存檔之後呢 其實你就可以開始慢慢刷了 那刷的方式呢 就是打完之後 不要去拿 不要去碰這個文章 我們來簡單 簡單 這個 看一下怎麼樣刷文章 然後呢 這樣子 把它幹掉 我們這樣把敵人幹掉 把敵人幹掉都不要拿文章 瘋龍 第三個 這個啦 這個 應該是這個東西吧 好 我們都把敵人幹掉 然後不要碰文章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因為這關比較簡單 我就 我就只要演示到這邊 反正大家自己知道怎麼刷就好了 好了 這樣子 譬如說我這樣子 文章都打完了 然後我們存檔 好存檔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開 譬如說這個有沒有出現指環 沒有對不對 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出來 啊 不是結束冒險 是取檔 還好還好 應該是取檔了 不是結束冒險了 又回來了 我們再開 有 指環我要 好 我們再存檔 再看 嗯 不要 好 然後我們再看 兩個指環 兩個指環 我要我要我要 好 然後我們再過來 再存檔 你不能點了 再存檔 你點了之後他就不會變了 喔 欸欸欸 屍庫了 好 哈提屍庫了 我要我要 這個我要 好 再存檔 好 不厭其煩 在一開始刷出你想要的這個文章 那如果是普通文章的話 建議就是 四指環開局 三個四個指環 至少要三個 然後 這個 金 也就是紫色的文章 你可以選擇哈提斯庫爾 然後 霍德爾巴德爾 另外還有一個這個指環效果加倍的 這樣子 那這樣刷出來之後呢 其實後面的這個 呃 怎麼講 敵人的難度就會降低蠻多了 好 那接下來我就不刷 我就直接打囉 因為這一關對我來說比較簡單一點 好 那我們就繼續 繼續 呃 就不存檔了 就直接把敵人幹掉 一隻一隻幹掉 這一隻敵人應該是最後打啦 你可以按照這個敵人的 敵人的那個強度 不過 好 對我來說我現在等級比較高 因為這個時光尖塔 他並不是說 依照你的這個 呃 隊伍的這個這個等級 然後去去調整強度 那時光尖塔的話 他算是一個新手蠻好 獲得 呃 資源的地方 那前面的話 時光尖塔他會隨著你的主線進度而開啟 那前面會獲得一些刻印 那目前看起來說 好像沒有新的刻印齁 這一次這個時光尖塔過關 那這個寶物的內容呢 也都是一些 呃 都是一些 就是 就是資源啦 什麼 什麼星塵啊 然後強化武器的裝備啊 之類的 嗯 好吧 守衛天使像 喔 這個不是走過去喔 他這個就是迷霧開啟就算了 是不是 好 看看這個任務難不難喔 我們這邊我們就不存檔了 欸三個紫環拿到了吧 但是這個很討厭喔 你一定要去碰這個有魂的天品喔 不碰的話 還拿不到箱子喔 那另外一種方式你可以拿完箱子然後再取檔 這樣你就不用去碰那些東西了 有沒有 碰那個天品還是有點討厭 學會減少 但沒關係喔 我有龍齁 我有龍 啊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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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上這個羊妹好了 這個是 這是借到的 羊妹應該是補師吧 開大招 欸 大招是 癢癢往前衝嗎 很好 蠻可愛的 最北邊的洞穴 前排受傷回能增加 第15秒恢復啊 都差不多嘛 精英的最好是刷一下 刷出這個套裝的符文 比較 這個 你可能覺得是說 欸好像前面推起來不是很難嗎 那就懶得刷了 不過這個 有的時候推到後面之後 敵人強度會突然變超強 所以 如果說你的等級 是剛剛好 這個目前階段的這個等級的話 建議還是刷一下 以防 這個好不容易前面花了很多時間推 然後到後面突然翻車喔 欸 這個地方 好像不能打齁 好 我們來拿 拿個寶箱 他說北邊有個什麼洞穴喔 在哪裡啊 然後呢 手指向天空 欸 這個地方 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迷霧 欸 怎麼只有一個弱弱的敵人 怎麼只有一個弱弱的敵人 第二個 喔 好 耶 四個文章 爆擊力提升40% 然後等一下再拿一個精英的 然後那個什麼 什麼指環效果加倍 那這樣子就基本有一定的這個 這個buff了 好 這什麼東西 龍衛也太薰了 哇 這個地方 喔 暗暗的洞穴 好 那就 輾過去吧 哇 我的那個戰力是 是他的四倍耶 我連大招都不用開了 布甲傷害 邊緣意會 布甲傷害 大部分都還是使用這個 這個法術 法術就是布甲 那我之前推的話我會使用雙法師喔 一個是女王一個是洛迦 打全體的 這樣輕怪蠻快的 就不要讓對方這個 這個出手太多次喔 這樣比較安全 那女王是攻擊擔當嘛 然後洛迦的話 大招還可以把人家冰住 所以基本上就是存好大招 然後去 去打比較難的敵人 開場就把整個大招轟出去 那輝葉機開大招定住全場 然後再 在女王跟洛迦兩個大招噴出去喔 好 爆擊傷害增加這個不錯 這邊有一個傳送點 好我們先不要踩齁 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地圖走一走 迷霧先給開一開 絕殺 中甲防禦類 中甲 好中甲 好我們先不碰那個 注意齁 一般來說都是先去存檔啦 那但是因為說我的這個角色比較強 我就直接 直接推過去 然後也不刷這個文章 然後也不刷這個文章 好攻擊力提升 好多顏色的傳送點喔 OK這邊都是精英的文章了齁都是紫色的 所以紫色一定要刷喔 你看我剛剛打了半天 我想要的這個套裝的這個這個文章一個都沒出現 所以還是要刷喔 要不然那個什麼紫環效果加倍的 你看現在也沒有打到 有時候沒有刷的時候都是會來一些 就是你不要的文章 好 這邊有一個橙色的喔 哇那橙色的也更是要刷啊 橙色的話我覺得最好用的應該是索爾吧 或者是那個什麼 克拉肯 那一個 當敵方雪地獄15%就直接收掉 那也很有用 或是開場的時候把人家冰住 那個也不錯 喔大寶箱喔 1400 這應該是復活的 那我都沒有人死我就不用了 不會吧 這一層剛打了半天 真的是沒有打到任何一個我想要的文章 什麼套裝那些都沒有 有有有有 終於有一個哈提了 總算刷到了 這樣我有一個哈提師庫喔 那個是你邊打敵人會降低敵人的攻防 然後降低的攻防會到你這個攻擊者的身上 沒有 他這個是紅裝欸不是紅家的裝 哎呀這邊繞遠路了 應該一開始就打這一隻了 紫色的 好 OK 都拿完了齁 那我們就從左下放這個好了 因為左下放這個箱子也是我剛忘記拿 隨便走了齁 那我先走藍色吧 喔 走了藍色之後 這邊多出了一個這個 這彩的會損血 好 劍舉起來了 劍舉起來了 劍要放下來 所以咧 我是要去把四把劍舉起來嗎 啊 可是我邊緣議會的人損血了耶 欸 糟糕 哇 有人死掉了 我該不會到時候 啊 說不定遊戲的目的是要你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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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都是邊緣議會耶 喔 好 我的女王也掛掉 如果都是邊緣議會的話 我還撐得住 如果不能用邊緣議會的話 我靠其他角色應該還是可以 啊 這一關的話應該是 有傳送點你就進去 然後進去之後呢 就是 踩了一個這個損血的 然後再進入戰鬥 進入戰鬥之後呢 利用補絲把血補回來 所以這一關的話 你應該是要借補絲喔 哇糟糕糟糕 這個是部落的 欸欸 我剛看起來是熊耶 這是騎士聯盟喔 好沒關係 我只要有安娜塔西亞就夠了 這樣四個了 再來是這個白色的 好所以這個樣子嗎 就是回去四次 然後開啟四個陷阱 好騎士聯盟 好都舉起來了 好都舉起來了 欸欸 然後勒 欸 欸為什麼你 為什麼你放下來了 為什麼咧 為什麼這兩邊舉起來 他又放下來了 然後沮喪天空 為什麼我左邊的路卡住了 這邊的劍局 我是右下方忘記點了嗎 蛤?我右下方忘記點了嗎 這樣子 123 我這個忘記點了喔 奇怪 完了 右下方是哪一個 右下方是多少位 是綠色嗎 我沒有把他點起來嗎 為什麼他的劍放下來了 然後路也被擋住了 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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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就差你啦 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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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通了通了通了 這樣子 好 真龍 喔你是真龍啊 好那這樣子我沒有騎士聯盟跟這個 跟這個什麼 跟那個冰雲議會 但是沒關係 我們有安娜塔西亞就夠了 不過那是因為我比較強啦 所以我覺得正確的方式應該是走四次然後 敵人不要都清掉 踩一次然後打一場戰鬥回個雪 然後再踩 然後再打一場戰鬥回個雪 這什麼東西 新的刻印喔 這個有刻印喔 我沒有注意到這個有刻印喔 好收集完了 抱歉我剛剛說沒有刻印 這個有刻印 那這個刻印是做什麼的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空庭之刻印 強化一下 一開始就有了 釋放必殺技可以獲得一個5秒的護盾 這個有點像是 劍遠征一個加閃避的喔 然後 這個 我們來看了三星吧 並增加15%攻擊力持續3秒鐘 好 所以它如果升到三星的話 它還有一個特殊效果就是 增加15%攻擊力喔 可是我覺得 5秒的護盾 好像 好像我覺得其他的作用 比較好耶 像這個的話 它是攻速 攻速非常重要啊 那這個是普通攻擊打當前對手 對手當前的這個生命值的傷害 對啊這是普通攻擊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那個刻印 剛剛那個沒有比其他好耶 那這是最重要的嘛 因為這個每3秒會增加 攻擊力跟技術 基本上就是 綁定在這個安娜塔西亞 那這個是護盾專用的 這個要塞 然後還會慢慢的恢復生命值 那這個是恢復能量 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開必殺技之後呢 每秒會恢復能量 能量也是非常重要 然後 這個啦 這個15點穿透 可能可以把雷眼這個 換成是空庭這一個吧 好像差不多耶 在還沒有三星之前的話 你就 就 前面就 前面就加減用吧 那如果說這個空庭三星的話 我覺得 這個是可以 可以替換雷眼嘛 一個暴擊力 一個是韌性 這個比較偏 這個比較偏防禦力啊 這個的話 這個才有暴擊力8% 好啦 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多一個刻印這樣子 給大家去 去選用 OK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